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即刻赶到拍摄现场 随之就见到V先生圈外男友在桥上现身 其实当时他说了好多好多 但我都不记得了 我只是一个劲地在哭 因为我真的好感动 我从未想过 他会选择在我觉得 最浪漫的城市向我求婚 哇哇哇想想 那个画面都觉得浪漫了 隔着屏幕信木尼晨曦 又带出男友当时下跪求婚的照片 相众可见男友V先生 当时是手捧大大树的红玫瑰花和钻戒跪地向他求婚 更提前在旁边设好脚架和摄像机 将如此浪漫难忘的一刻记录了下来 女神此刻也已经被感动到 一直哭到停不下了 她又发温慰 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什么好事 这辈子有这样的疼爱 女神选择在2018年最后一天来 公布写讯正式丰盘 不知道她又会在2019年的什么时候 正式举办婚礼呢 哈哈期待期待 而霓晨曦的好闺蜜朱运运受访时 则直言 其实自己事前早已知情 不过 当她见到求婚的整个事讯后 还是忍不住被感动落泪 也为好姐妹感到非常开心 她说 其实事前都猜到一点 她们拍了拖这么久 而且感情又这么好 都是好为她们开心的见到好朋友 可以和她最爱的人一起 找到她的幸福 我看完她们的求婚片时 真的好感动 不止哭过一次几时的你 我没有了 现在还是单身 感情是也不能强求的 随其自然把身边朋友开心 我都好开心 对 感情是只能顺其然 当爱情要来的时候 恐怕怎么都跑不掉在此 小编真心为女神尼晨曦感到开心 2018年 真的是一个好年 小编真心为女神尼晨曦感到开心 小编真心为女神尼晨曦感到开心 小编真心为女神尼晨曦感到开心